呃,沒有沒有有有 那因為RS現在還沒來 那剛剛還有委託SKY協助提案 對,你這有三個提案 那我們就把時間交給Peter 大家好,不好意思 今天是一個睡過頭的一天 很多人都睡過頭 我也是一樣 所以我剛才趕過來 然後也是一樣 照慣例跟大家介紹一下GDVSAMI 那GDVSAMI是什麼呢 GDVSAMI是由GDV臨時政府社群 舉辦的大型火機會議 然後慣例是兩年一次 那我們在2022年的時候 是用10周年嘉年華的方式 來舉辦這個SAMI的活動 那不過我們今年 2024年希望能夠把這個SAMI的活動帶回來 那我們地點呢 也其實就是在我們這個地點隔壁的 也沒有到多隔壁啦 但是很近的人文社會科學館那邊 那我們目前呢 就是第一個有在進行的是Code for Paper的部分 快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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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長委員長 議長委員的那個 委員的那個召集人都已經就是 帶頭大家了 所以就歡迎大家 如果可以的話一起來投 然後 當然 現在如果 我相信現在大家都還在年初 進行專案的一個階段 所以 就是其實也是可以等到大家 那因為我們解稿時間是3月10號 所以大家 我會推薦大家可以先 就是把自己想要投的東西 先占一個位子 那我們目前SAMI的投稿系統 都是可以讓大家出售草稿 甚至是可以讓大家在上傳之後 都可以進行修改的 所以歡迎就是先站一個位子之後 然後再進行修改 那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在 就是隨時可以把自己專案的進度 甚至把自己專案更新的一些結果 把它放上來 那同時也可以就是提早的 完成這樣子的一個投稿的動作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也在找人 就是我們目前呢 在找很多的人 第一個是 你有專案想要投稿的人 可以來投我們的CFP擔任講者 那如果你有熟悉多國語言的話 可以來協助我們進行相關的翻譯 我們目前在口語組跟翻譯組 都有一些工作要進行 那第三個是想要來做浮誇經驗品的人 我們目前經驗品來投票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找設計 就是如果你有設計專長 然後想要就是讓自己的設計 能夠成為SAMI的一部分的話 也都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與 那第四個是 議程這邊的話呢 會需要 當天會需要現場的議程助理 來協助整個議程的進行 所以如果你想要跟多方人馬 不管是來自國內或國外的人 接觸的人 都歡迎來參與我們議程助理的工作 那最後呢 如果你是想要 喜歡寫社群媒體文章的人的話 那也都歡迎來擔任我們的社群小店 那如果大家願意跳坑的話 都可以到我們SAMI 2064 BlueTrap的這個頻道 那跟大家打聲招呼 那各路的組長們 包含我是其中一位 就會去招呼大家了 那再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既然SAMI要做紀念品啊 所以說就是大家沒有投稿沒關係 但是紀念品只要投一下吧 就是紀念品是一個 就是大家去研討會 不都是為了要拿那個帆布袋 去為了吃那個buffet嗎 那紀念品當然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 所以想要有人把這個酷酷的東西做出來嗎 既然投票是可以實現你最狂野的夢想 而且是有預算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 就是想要看到什麼樣的東西被實現 就是歡迎大家用投票的方式來參與 好那最後感謝大家 然後希望SAMI 2020可以 之後會 我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就是大家一起來完成這件事情 謝謝大家 謝謝Peter 謝謝與我們同在的RS